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油价和国际油价其实也不一定完全会接轨 从我们这次看到国际涨我们涨涨了很多 可国际跌我们却跌不多 当然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政府讲到说 之前其实涨很多并没有涨真正多 因为其实还吸收了一半 所以它涨得多只是涨了国际该涨的一半 那现在呢因为之前有吸收 所以它不能跌太多 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有它的道理 好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油价的确太低 但是为什么会那么低 这个油价怎么计算出来 我请一下这个代理所长你解释一下 是的 我想目前中油在计算油价商 它参考的是就是按照70% 按照杜拜的价格 那另外30%按照布兰特那个价格 然后这两个加起来说考量的美元的汇率 再考虑汇率 汇率因素 然后再做一个总和 应该要涨多少 看国际有涨多少 但是我们没有错 刚刚林市长提到的话 就是说我们国内把油电当作所谓民生物资来考量 所以说无形中油在考量油价的时候 东西会考量说 我会不会对整个民生充足多少 那没有考虑到所谓产业的一个需求 那使得经济会应该涨 林市长应该涨两块的时候 有可能变涨一块 然后另外就是说中油还附一个人物 就是说他每年必须要上缴国家百分多少的一个税 一个就是英语要上缴国家 所以他变成又附所谓国家的政策任务 又附的又兼附所谓民生的物价的考量 所以使得在每次在考量的时候 这种所谓基本上 他根本是没办法按照所谓的供需来决定这个价格 经常会考量说 我们参加一些所谓的外在政治因素等等 使得我们的油价事实上没有错 我们目前油价的偏低 事实上相对刚才谢执行长提到 我们以台湾目前才三十台块而已 相对韩国五十三块 日本五十一块 我们是偏低 但另外就是回到这边原理说 我们这样的计算公司是不是合理 我想是不是合理 我想这个过去 经过在经济部里面讨论过好几次 我们这样算法的机制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那基准点是不是合理 我想这是一个很自争议的问题 那不管怎么说 就是说我想这个油价的东西 我以台湾目前处境来讲 的确我们百分之 我刚才提到百分之九九点五都是要靠国外进口 那所以如果过低的油价 反而对于整个 对于我们的节省减碳没有帮助 所以维持到所谓 所谓某一种程度上的一个负担 让我们的很多油的配比上能够更加合理 比如说我们应该产业用需要多少油 那当然我们的产业里面 当然有一些耗油的产业 也要考量都没有错 但是就是说让整个油价的一个分配 那也兼顾到民生兼顾到产业 我想这是整个未来油价的一个机制上的 应该朝向这些方向去解构比较合理 我想这是我的一个论点 好 谢谢我们代首长 那么刚刚谈到我们这个中油公司 的确他有副政策任务 就是当然我们这个盈余上缴 这个变成政府的税收来源 这个很重要 还有呢也要考虑到民生物价 因此他在调控这个 这个能源国际上涨的时候 他却不能涨太多 这个因为人民把这个 这个石油的使用 或者是加油的时候的使用 当作是民生物质在使用 因此他的上升幅度是有限 所以我们处在低位 所以明辉你刚刚也讲到说 好像有这个业者这么聪明 可以去怎么样 想办法就是 因为我们有所谓的落差 价差就可以做价差套利 是不是 我们听过这个有所谓的 这个利差交易 汇差交易 好像还有人员差交易 这样听起来 您再讲一遍 如果我们这个价格 差国际的价格差太多了 台湾海峡就变成了交战了 我们的那个遗传 就会阻施我们台湾的这些柴油 汽油到工来去贩卖 那所有的油奶 直接赚三分之一 就直接油奶 加我们的那个供应的油盐就好了 十六套利 那这是我们的战略油盐 我们好不容易经过那个 整个运送流程 才回到台湾来炼制的 那造成很多的防保公害 防保团体的抗争 你知道我们要处理八经的事情 有多痛苦 辛辛苦苦的炼油 这些油 结果不是在台湾使用 而且拿到工来去贩卖 对不对 所以台湾第一次的被炒好了 就有情形发生 对 这个已经非常反映出 我们台湾的石油价格 的确是低 可是我们需要它带进来了 可是却受给民众低价位 造成有些聪明的商人 却在用套利的模式去转卖 哇 这个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能这个 刚刚明慧讲 他可能另外还有一个其他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农业 用身份给这个优惠低价的 所以会在公海上面 我相信不是国光石油 也不是这个台湾石油 在公海上去贩售 大概都是农业的用油 因为我们大概就是 军用的油 农业的油 优惠更大 他们的优惠更大 所以他们的价差更大 所以将来事实上 我们对农业的用油的这种政策 都要并记下 就是说我应该是在国家 有一个总体的能源政策 这个我们在计算公式里面 有一个盲点 就是我们都用成本加成的 用成本 你没有把这个社会成本 刚刚明慧讲得很好 在我们现在在生产 在提炼的时候 当然它就有社会成本 所以这个社会成本一定要加上去 第二个你把这个里头 我们对于这个能源 我们几乎百分之百 都要靠进口的这种国家 它那个加帽子 就是说它能够反应 我们要节约用油这个政策 它就必须要在这个公式里面 有一个适当的比例的反应 在这两个你把社会成本也考虑 把这个能源政策也加以这个思考的时候 我想那个计算的公式 它这个就会有所不一样 那么它就比较能够达到说 我对国家的竞争力 以至于说我们对国际的这种能源依存的这种风险 其实这个依存度很高的是 说我们一个国家风险 你就可以把这个风险的这个成本 能够反映到它这个用油的这种上头去 那么对于这种身份 不同特别身份的这种特别优惠 其实也应该做一个很严肃的事 我想对政策理定的好的话 国家竞争力就会提升 我想这个是蛮好的建议 不过我最后因为时间不多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在大概四年前 2007年开始 我们就采取了所谓的浮动的这个能源政策 浮动的这个油价的定价 那么这样子的定价到底合不合理 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也想在最后请教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石油 这个加油的开放的加速 其实是有限的 那么现在很显然是一个 就是寡占市场 现不建议应该再多开放 像美国一样 变成一个有点像 叫做独占性竞争市场 这两个问题我是不是就交一下 我想应该开放是没有 但是问题说 要在台湾炼油现在马上面临一个 环境环保抗争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种外带领域上不太可能 那问题说 不是我们是给加油业者的开放 并不是开放更多的炼油 那这个都没有用 你如果没有炼油的话 那个都是 对所以说我认为说还是考量整体考量 另外就是说我认为说 这个价格是不是定高 因为台数赚了很多钱 如果讲说我们的 那个价格才是所谓社会成本 那台数搞不好 台数跟台油这是实话 对对 然后它链油转了更多 那我变成我回来 我刚刚那个林事长讲一个很好 就是说我们透过租税来 你赚超超运用 我用租税来来到 一样的 那浮动价格很快的 浮动价格你占不占成 需要什么改进 或者该不该多开放 我觉得就是说刚刚你这个开放 这个供给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这个炼油业 它有它的这个规模经济的 这个下限的问题 所以你开放很多 到时候规模很小的 是不经济 所以不应该开放太多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呢 浮动油价你觉得 就是说这个价格呢 就是说将来在这上面的这个价格呢 应该在售价上面 要那个很充分的去反映这个能源政策 OK 那么如果说我因为这样而有产生了 这个超额的这个利润的时候 还是用租税的cap off 就把超额的这个部分 由政府拿去作为一个税收的这个补充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好那我想这个现场大概没有时间了 我们今天时间呢 其实也差不多了 我最后呢 其实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个国际的人员 石油呢 的价格的涨幅的波动呢 是怎么样的影响到我们台湾的油价 那么可以看到 我们并不一定完全接轨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国家有对民间的这个民生的考量 那么当然有我们的人员政策 可能啊并不是 刚刚看到的 也没有那么的完美 所以呢 刚刚有几个不错的建议 包括总体宏观的一个 这个人员政策 包括我们在里面考虑到社会上面 甚至考虑到特种人 这个鱼 这个鱼 这个所谓的 龙鱼业的用油 因为它有特别的优惠不住 那么会造成它的这个所谓的套利的部分 如何去敲弥它能够减少它的发生 那么当然刚才还提到 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 讲到节能减碳 因为我们在低价位的话 就会产生人民一个所谓的 虚耗用像电也是这样 虚耗用油 会让我们的消耗于无形 也只有在有时候又以价值量 那让人民觉得很贵 然后不敢花太 去太乱使用 这个消耗到无形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减碳减碳的问题 可以解决一些 今天很谢谢各位观众 也谢谢三位来宾到我们这个现场来 谢谢